自从2004年真善忍国际画展创办以来 已经在全球40多个国家 200多个城市进行了巡回展出 澳大利亚一家画廊的主人 被画展的内涵和所传递的信息深深触动 主动的免费为画展提供场地 请看来自布里斯本的报道 位于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市的西Gallery画廊 一项以展示和出售由澳洲顶级艺术家所创作的玻璃炊制品而闻名 从7月19日到8月2日两周的时间里 这个画廊的主人特洛伊·威廉斯先生 在此举办真善忍国际画展 他相信这个画展会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法轮功的精神内涵 以及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持久的迫害 威廉斯先生谈到 这些画作是描述那些经受或正在经受着恐怖折磨的人 这其中包括部分画家本人 画展会帮助人们唤起良知 这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非暴力行为 开幕的当晚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 其中包括一些颇有成就的本地艺术家 海伦·派恩斯是一位画家和陶逸艺术家 纳塔里·泰勒是一名艺术家和版画家 被一副因为遭受迫害而无家可归的小女孩的画作深深触动 真善忍画展的名称 包含了法轮功修炼的理念 真善忍 艺术品收藏家保罗·罗素 说他很难理解信仰真善忍的人会对中共政府有任何的威胁性 威廉斯先生说他做事的理念是去做应该做的事 从参观者的反馈来看 在这次画展中他做事的理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新唐人记者妮娜·袁洪 澳大利亚布里斯本报道